HELLO 大家好 我是諾曼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本週有哪些手機遊戲新聞呢 讓我們一起看看吧 GO Action 對魔忍國際版預計10 月初上市 養豬場宣布10 月31 日結束營運 七起十二宣布2020 年第四季於韓國推出 開發漂流少女的 TeamTapaz 推出最新的 RPG 作品《勇士食堂》 遊戲採用半放置型的玩法 我們將以一家小小的路邊小吃店作為據點 透過打倒怪物們所獲得的食材 做出一道道讓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再慢慢的變成王國內首屈一指的大食堂 戰鬥時只要透過點擊 就能夠指示角色們攻擊或是施放技能 隨著故事推進 我們能夠用15 收服更多吃貨夥伴加入 而出售料理所獲得的金幣 也可以用來強化角色 或是購買可以增強能力的裝飾品 哇嗚 請看看這些軟綿綿的孩子們 真想跳進手機裡跟著他們一起大吃大喝呢 最後引火 The Last Campfire 是由 No Man's Sky 研發團隊 Holo Games 所帶來的全新冒險解謎遊戲 除了在家機 PC 平台上推出之外 現在透過 Apple Arcade 也可以玩得到囉 玩家將背影明灰燼 在黑暗的森林中透過一盞盞的篝火 拯救在旅途中迷失自我的族人 替他們找到回家的方向 一路上玩家將與許多背石化的同胞相遇 你必須想辦法解開他心靈中的機關 才能夠碰觸到他心中最深處的靈魂 在成功拯救之後 他們將能夠幫助你修復手中的工具 或是開啟新的密道 讓你探索更多關於族人的故事 喜愛解謎遊戲的玩家 現在就一起來點亮篝火 指引靈魂的方向吧 Deck Them 是一款以拳擊比賽作為題材的卡牌遊戲 玩家將扮演薄命拳擊手 想辦法撐過 13 輪的比賽 好獲得大筆獎金 在每輪敲鈴開始時 裁判會隨機翻出 4 張卡牌 卡牌種類分為格擋、進攻、補血以及兇殘的對手 玩家要透過拉動 想辦法處理掉場上的所有卡牌 像是以上勾拳來降低對手的攻擊數值 接著再透過格擋抵消全部的傷害 或是在危機時透過Sucker Punch 將難纏的對手打回牌庫裡 在這個決鬥場上 請運用智慧來讓自己賺走最多的獎金吧 《墨池陣Tuber Book》 是一款科幻主題的點觸式解謎遊戲 遊戲背景設定在 1960 年代 玩家將扮演一位再幸運不過的物理學教授 漢斯唐豪瑟 因為抽中了一張來自德國偏遠山區墨池鎮的免費住宿券 他千里迢迢的搭上巴士來到此地 想趁放鬆時順便寫下關於量子力學的最新研究 沒想到在下榻的第一天夜裡 出現了一名小偷 將他先前撰寫的研究論文統統盜走 因此玩家只好放棄歲月靜好的日子 踏上一段尋賊之旅 究竟盜賊的目的是什麼 這趟調查的路上又將遇上哪些困境 就留給你來親自探索囉 8 月 31 日是初音未來的生日 Krypton 在這個日子裡推出了可愛的小遊戲 《初音未來編織玩偶Jump》 這是一款考驗反應速度的上樓梯遊戲 玩家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只要點擊螢幕 就能夠讓編織玩偶Miku往上跳 不過每層階梯閉合起來的速度不同 卡在階梯中的時候還能靠連點來掙脫 但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會錯失上樓梯的時機 玩起來可不簡單呢 當玩家湊滿150 金幣之後 就能夠解鎖新的造型或角色 全部共有27 種角色 包含 Vocaloid 的其他成員們 甚至連櫻初音、雪初音、雪凝兔也都有收錄喔 喜歡初音的玩家們 趕快來把他們通通收集起來吧 死亡遊行俱樂部是由極限拖出系列設計者 打躍鋼太郎 和槍彈辯駁的編劇小高和鋼 聯手打造的全新劇情冒險遊戲 在某個炎熱的夏天 12 位孩子在前往戶外教學的路上 突然遭遇到了隕石撞擊 醒來後他們被帶到了未知的海底世界中 每個人都被戴上了一隻手錶 在上面顯示了其他孩子的任務 唯有搶先完成自己任務的人 才能夠活著離開這裡 玩家將扮演其中一位角色雷橋 想辦法和別人組隊 找出自己的任務 並阻止一連串悲劇的發生 到底故事會往哪個方向發展 孩子的命運又會是如何 就留給你親自來探索囉 《黑潮深海覺醒》描述因為不明異變 所有無精物都會被大海吞噬 人類變得無法在海上航行 因此研發了將少女與戰艦相結合的人偶技術 不過在人類依靠人偶技術統治大海之後 卻有畏懼這些少女們的強大力量 甚至開始獵殺他們 玩家將作為指揮官 帶領人偶少女們反抗世界 改寫宿命 遊戲以人偶少女的基地黑潮作為據點 玩家可以初級壓制各處海域 並奪取對方勢力港口 戰鬥時人偶少女們會自動攻擊與施放技能 玩家只需要合理編制各個劍種 就可以放心的把戰鬥交給他們啦 佔領港口後可以開採到更多的資源 但同時也要記得編派人員住房 以免再次遭到攻擊喔 遊戲目前只有開放Android 版本的限量封測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持續關注官方後續消息喔 知名懸疑驚悚作品 木層名氣石 沒想到竟然推出角色養成RPG啦 木層名氣石命 是以預定在今年10月推出的 木層名氣石電視動畫新作為基礎改編的手機遊戲 故事講述了10年前在除劍澤發生的大災害 讓著名泉源死亡 當時逃過一劫的主角再度回到村中 卻被恐怖的怪物追殺 在絕望之際 一名自稱為神的田村元明出現 並給予主角戰鬥的力量 遊戲中除了原作角色之外 也有全新的原創角色登場 角色們可以穿上多樣的服裝和武器展開戰鬥 戰鬥方式是角色自動攻擊 玩家點擊角色頭像使用必殺技的模式 當然也可以選擇開啟全自動戰鬥 和兩倍速、四倍速來加快急奏 遊戲中的BOSS 在血量低於一定程度之後 就會準備發動強力的慘劇攻擊 玩家要在時間內達成傷害目標 才能夠迴避慘劇 角色在養成方面有等級、鍛煉度、技能等級 等多樣化的強化方式 為了不讓喜歡的角色面臨慘劇 請不斷的成長吧 曾經在任天堂 GameCube 上推出的動作 RPG Final Fantasy 水晶編年史 推出強化畫面以及追加新要素的Remastered 版本 並重返現代主機以及手機平台囉 本作的故事發生在一個被瘴氣籠罩的大陸 人們只能依靠水晶的淨化之力苟延殘喘 然而水晶必須要有米魯拉水滴的滋潤 才能夠延續效力 玩家作為水晶商隊的一員要搭乘馬車 挑戰米魯拉水滴所在的迷宮 遊戲開始創造角色 玩家可以在外觀和能力都不同的四個種族中進行選擇 決定出生的家族職業 戰鬥操作相當單純 只要點擊或是按住畫面 就能夠使用右方顯示的指令 藉由左右滑動就可以切換指令 選單中可以編輯指令列表 放上要使用的道具或是各種類型的魔法 由於迷宮裡充滿了瘴氣 玩家要依靠收集米魯拉水滴的容器 水晶光亮來清除周圍的瘴氣 只要離開水晶光亮的範圍就會受到傷害 所以多人連線遊玩時就需要有人負責搬運 如果是單人遊玩 也可以讓夥伴木骨來幫忙 本作是一款買斷製的遊戲 不過目前有開放前三個迷宮免費試玩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先玩玩看 再決定要不要入手喔 韓國遊戲開發商JoyCity 在最近舉辦的線上發表會中 公布了多款手機遊戲作品的新消息 其中這款原創新作Project M 從釋出的宣傳影片中 可以看到使用著槍、刀、弓箭等多萬化武器的少女們 在充滿機械感的未來世界中與敵人交戰 面對BOSS 時的壓迫感與刺激感 即使是回合制也能感受到熱血沸騰 目前遊戲預定於2021 年上半年推出 如果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 就請記得鎖定電玩瘋的後續報導喔